第十三題為甚麼?只有21%的人 只不過在計劃的Modification 兩個Diagram的 那你就看看 這個是Folum 然後到這個Sylum 那你就找一把鑒車去量度它多少 你實體應該更容易量度 我用iPad這樣量度 例如我這樣看 這裡大概2.2左右 那旁邊那個 我以後放大那把鑒車也跟著放大 找一個FastGlove Bundle 我用這個 看到凸出來 我用這個 這個位置 Sylum和Folum 大概這些位置 就跟著量度 大概0.5左右 0.5 然後除它 這個是2.2除以0.5 就4.4倍 那你找一個大約4.4倍 這裡如果40的話 那這個100 都不會4.4倍 如果40的4.4倍的話 就應該是176 是吧 那找一個 如果這樣計的話 最接近應該是A 如果ABC這樣計 一個100 一個176 我們找個倍數 然後這個是100 如果18的4.4倍 就是440 而這一個是400 那怎麼都是D 近一點 D是